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查希德昨天表示 已经有数名新政府内阁人选的候选人 奠定了新政府的执政基础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查希德 昨天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已经选出多位内阁人选 他们分别是穆拉和哈内菲为代理总理人选 亚吉普为代理国防部长 穆特拉奇为代理外交部长 哈加尼为代理内政部长 而其他的部长人选将会在近期内制定 而昨天数十名示威者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游行 抗议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支持 除了高呼反对巴基斯坦的口号之外 抗议者还评估巴基斯坦情报局局长哈密特 近期对阿富汗的访问是支持塔利班的一种行事 阿富汗西部城市下方的5-5-4-2-3-2-3-3台